中华历史五千年 夏朝一直不为人们所承认 就连国外的考古界也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 而不予承认夏朝的存在 但在《山海经》的表述中不难看出 是笛笛确确存在的一个朝代 人物可以神话 但朝代的神话还有延续性 所以这就很值得怀疑了 夏朝的建立是从大禹开始 手持降魔铁锁制服黑蛟龙 而锁在了济南的锁龙井当中 一直到一位首领名叫后裔 夺取了皇位 当上了夏朝的国君 那么此后夏朝是否一直是 后裔家族的天下呢 夏朝又将发生怎样的故事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 不被历史所承认的夏朝的故事 哈喽大家好我是一哥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唐 《山海经》中记载 夏后起在一个名叫大越野的地方 观看九代越武 他沉架着两条巨龙 飞腾在三重云雾之上 他左手握着把羽毛做成的滑盖 右手拿着一只玉环 腰间还佩戴着一块玉环 正在专心致志的欣赏乐武 而夏后起呢就是大禹的儿子起 他是夏代的君主 传说大禹为了治水啊 一直到三十岁也没有结婚 后来他治水路过 屠山就看到了一只九尾狐 从山中跑了出来 想起了屠山当地流传着一首儿歌呢 就是谁见到了九尾狐 谁都可以成为王 谁娶了屠山的女子呢 谁家就会兴旺 于是呢大禹就决心啊 娶一个屠山的女子为妻 当时屠山的部落的首领有个女儿 叫女娇 态度优雅 仪容秀美 大禹在会见屠山部落首领的时候 偶然看见了她 立刻一见倾心啊 便在一个叫桑台的地方结了婚 后来大禹因为要去四方治水 便离开了女娇 把她安顿到都城啊 后来又住在太师山 而大禹治水期间呢 竖过家门而不入 女娇背井离乡 丈夫又在身边呢 思念之苦在所难免 于是呢 在与大禹偶尔回家的时候呢 她就决定啊 要求跟随丈夫一起出发 于是呢 大禹之后答应了 当时正值大禹治水到了轩辕山 大禹要把这座山打通 好将河水引向东面 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为了给丈夫更好的补充体力呢 女娇便决定单独为大禹做饭 然后呢 亲自给她送去 大禹就答应 她在轩辕山崖下架设了一面骨 和妻子约定呢 如果她敲骨三身 便是要女娇上山送饭的信号 女娇回去后做饭 大禹便摇身一变 成为了一只毛茸茸的大黑熊 拼着力气啊 带领着百姓凿山开道 但就在大禹奋力工作之时啊 她的爪子不小心 跑起了三颗小石子 不偏不倚的 就刚好打中了在山崖下的鼓上 而忘我工作的大禹呢 对此毫无察觉 女娇听到了鼓声后 急忙就赶来损饭 正好就看到了 自己的丈夫所画黑熊啊 正在拼命的刨石 她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的丈夫啊 竟是一头粗忙的黑熊 又是吃惊又是惭愧啊 不由的大叫一声呢 就扔下了送饭的篮子 转身逃走 大禹听见妻子的惨叫 才停止了手头的工作 在后面赶忙追赶 两个人你追我赶 一直跑到了松高山下 这个时候 女娇呢 已经筋疲力尽啊 倒在了路边 而变成了一块石头 后面追上来的大禹 又急又气啊 大声的喊道 还我儿子 听到喊声呢 女娇变成的大石呢 便向着北方裂开 而从中生出了一个小孩 于是大禹便给他取名为起 起就是开裂的意思啊 在父亲治水的岁月中啊 起渐渐的就长大了 传说大禹把洪水治好之后啊 就来到了济南 看到这里呢 洪水肆虐 民不聊生 便决定啊 暂居于此 跟百姓共同治水 终于在他与百姓不懈的努力下 将水制服呢 顺地就听说后 大月想要把地位缠让给大禹 但是有一条蛟龙啊 早已对地位垂帘三尺啊 伺机而动 在东海有一条蛟龙呢 名叫乌之旗 传说呢 此龙身长百尺啊 轻躯白额 金木血压 摇头晃尾 直达云霄 在得知顺地啊 想要将地位传给大禹之后 非常神奇 并多次找顺呢 提出要求 都被顺拒绝了 对此呢 恶龙怀恨在心啊 直到有一天 恶龙看到二郎神 挑着两座山走到这里 放下担子歇脚 于是恶龙便施展魔法 让那两座山呢 在济南生了根 就算是二郎神 也无力将山挑走啊 邪门的是 这两座山每天都在增长 这事惊动了大禹 他怕这座山呢 会将这刚治好的济南压垮 就赶紧将此事告诉了王母 而王母得知此事之后 便给了大禹一些丹药 让大禹围这两座山呢 就撒这些丹药 从此呢 这两座山便不再生长了 人们便把这两座山 称为南药山和北药山 后来恶龙为了报复大禹呢 而制造大水 想要淹没村庄 大禹手拿照妖镜 定海神针 降龙铁锁呢 在风浪中啊 与蛟龙搏斗 后来恶龙战败呢 大禹用铁链将其穿鼻锁紧 投入了顺景 并让恶龙在井中修身养性 于是恶龙呢 很不甘心的问 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去呢 大禹就说 等油灯倒挂 铁树开花的时候 你就可以出来 意思呢就是说 井中被锁的蛟龙将永远不见天日 不知过了多久啊 南山来了一位壮汉 砍了一些柴呢 想要挑到济南来卖 顺道呢 想看看顺景里的黑蛟龙 谁知道一个无意的举动啊 竟放走了黑蛟龙 原因是壮汉凯的柴火上啊 不光有青青的叶子 还带着各种颜色的鲜花扁蛋 两头还刚好包着铁皮 所以恶龙就认为啊 这是铁树开了花 便扯断铁锁 飞出了井外 逃回了东海 从此之后啊 人们便只能看见顺景里的铁锁 却不见蛟龙的综艺 这便是济南的锁龙景的故事 在顺景边上呢 还有个顺庙 是民众为了感谢顺帝功德而建的 也是济南著名的古迹之一 这座城市因这个传说 而变得更加的神秘和耐人寻味 大宇在他晚年的时候啊 效仿尧顺呢 由人们推举出一个贤能的人来接替自己 最初人们推举顺在位时 就掌管刑法的豪桃 但是没等到他接任呢 豪桃就病死 后来经过商议呢 又一致推举博弈做他的继承人 于是博弈在治水的时候啊 是大宇的一名助手 他发明了一种早景的新方法 还擅长序幕和狩猎 曾教会人们使用火烧的办法呢 来驱赶林中的野兽 所以呢 在当时人们心中 博弈是仅次于大宇的一位英雄 随着大宇王位的巩固呢 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王权 应该由自己的儿子来接管 而不能让别人来继承嘛 于是他暗中锻炼自己的儿子 让起参与治理国事 而只给博弈一个继承人的名义 实而无权嘛 过了几年呢 起由于把国事处理得很好 在人们的心目中地位就高了起来 而博弈作为继承人 却没有新的政绩 他以前的功劳呢 人们也已经慢慢淡忘了 所以大宇去世后 起就真的执掌了王权 而多数的部落首领 也都表示效忠于起 博弈看到事情成了这个样子 十分的愤怒 他本人呢是东乙人 便召集东乙的部族 率军向起步杀来 而起呢 却早有预防 他从容应战 经过一番较量之后 终于将博弈的军队打败 起为了庆祝胜利 在调台举行了大规模的宴会 公开宣布了自己啊 是夏王朝第二代国军 从此呢 父王子继的家天下制度啊 便取代了任人为贤的公天下制度 尽管起打败了博弈 不过夏起呢 想要巩固他统治呢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刚继位没多久 就有一些拥护缠让的部落 以及东夷的一些部落 联合起来要讨伐起 他们呢 以有护士为首啊 声称夏起的王位来路呢 不合法 两军在一处名为甘的地方啊 就展开了决战 战前呢 夏起发表了名为甘式的战前动员演讲 一来呢 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二来呢 部署了作战的方案 起还争取到了中原 诸多诸侯的支持 最终凭借着军力的优势 而打败了有护士 随后夏起呢 在阳渠会蒙天下诸侯啊 巩固了自己天下共主的地位 从此夏起的王朝日益巩固 再也没有人起来反抗他了 传说起也具有神性 据说他曾三次驾龙上天 到天地那里做客 曾偷着把天地里的乐章 九遍和九歌记录了下来 所以在大运山北的大仪之野 曾演奏九朝九代 而起呢规定啊 夏朝的君主啊 在世的时候称后 去世后称王 所以夏起也被称为后起 那么在后起去世之后 他的长子泰康起位 与夏起不同呢 泰康完全没有他父亲的才能和手段 整日呢只知道狩猎有玩 不理朝政 只用了两年不到的时间 就把国家折腾得差点亡国 成为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有记载的昏君 在泰康的祸害之下呢 夏朝的权威是一天不如一天啊 这下让老冤家抓住了机会 后翼呢是东夷部落中 有穷士的首领 当这个泰康在霍乱夏朝的时候呢 这个部落就受到了不少夏人的支持 所以后翼就抓住了 夏朝日渐衰弱的这个时机 不断地把自己的势力 向夏朝的中心挺进 最终呢 趁泰康外出狩猎时 夺取了王位 历史上将这一事件称为泰康世国 而翼呢也因此被称为后翼 不过这个后翼 不是传说中的 射太阳那个后翼 据说这个后翼的射术也非常精湛 也可能是传说中的原型 后翼夺取权位之后 没有自立为王 而是将泰康的弟弟中康 推上了王位 自己则当起了摄政王 中康在过了13年 不是被骗 就是被吓得傀儡生活之后就病死了 所以后翼又把中康的儿子 推上了王位 他的儿子向不愿意生活 在后翼的控制之下 就逃到了部落征寻世中 后翼一看傀儡都跑了 于是干脆自己称王 可是没有想到 泰康这个不理朝政的状况 居然还会遗传 后翼称王后每天也是只顾着游玩 从来不处理朝政 所以一些跟随后翼的忠臣 就看不下去了 纷纷前来劝诫他 结果这些忠臣都被罢免 被流放 最后后翼任命了一个 被其他部落称为小人的 韩卓作为国相 然后成功的被韩卓 在自己外出游玩的时候 丢掉了王位 韩卓夺位后 因为害怕流落在外的夏王 相对自己产生威胁 就派自己的儿子 攻伐了征寻世中 杀死了在那里躲避的相 但是相的妻子却成功的逃脱了 并生下了相的姨父子 未来光复夏朝的邵康 邵康长大后 先是在有人氏的部落掌管木野 韩卓听闻之后 又派自己的儿子前来追杀 于是邵康值得踏上了逃亡之路 到了有渝氏部落 有渝氏是顺帝的后裔 首领于思见邵康仪表堂堂 又颇具个人魅力 有其高祖大于的风采 因此非常喜欢邵康 就让其做了部落掌管饮食的袍镇 而邵康在此期间充分的展现了自己的才华 发明出了最原始的酿酒技术 有人可能会问 酒祖不是杜康吗 但是邵康还有一个名字 就是杜康 于是也因邵康的才华 才对其愈发的喜欢 便将自己的两个女儿也嫁给了他 还将一块名为伦义的城池 也送给了邵康 喜欢读书兵法的邵康 就凭借着得到了土地和人口 开始谋划富国大业 面对比自己强大得多的韩卓 他首先人与忠于下朝的部落取得联系 随后又收拢 征询 征冠 二世残余族人 联合有余氏 甚至是曾经后裔的部下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组建出了自己的势力 与韩卓就展开了艰苦的富国战争 在屈原的《楚词天问》中就有一句 为骄在户 何求余搜 何邵康 如犬儿 颠允其手 描述的正是邵康寻找机会 利用猎犬 袭杀韩卓的儿子 骄这一事件 那么经过了二十多年的艰苦战争 邵康最终击败了韩卓 统治中原近百年的东夷 有穷士 自此灭亡 下朝在中断了四十年后 奇迹般的得到了富国 在接下来的在位期间内 他着重的发展了国家的农业和水猎 使国家重回正轨 着步的走向了鼎盛时期 史称邵康中行 而邵康去世之后 其子茂继位 茂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 也为了巩固在东方的统治 只间将国都就进行了东迁 茂用兽皮还发明出了一种兽甲 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战甲 此后下朝的扩张速度就跟开挂一样 版图从中原一路扩张到了东海之兵 而茂的儿子怀呢 继承了父亲的意志 凭借着父亲打下的基础 彻底就征服了东夷族 东夷的各个部落开始对下王朝 纳贡 朝贺 史称九夷来朝 而怀的曾孙 第十一位下王 不祥在位长达五十九年 在他的治理下 夏王朝的版图达到了最大 国里也被推到了巅峰 可惜夏王不祥英雄一辈子 却有一个不争气的儿子 孔甲 不祥去世之前 觉得自己这个儿子 实难堪此大任 想到王位传给他 迟早要凉 就将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 炯 炯死后将王位传给了儿子 锦 但是这两位夏王 也没有什么特大的功绩 算是合格的守臣之君 基本维持了夏王的国事 但是也许夏王朝真的是气数将尽 炯将王位最后又传给了 自己的堂兄孔甲 王位在兜转了两代之后 居然又回到了孔甲的手上 一到孔甲这儿呢 果然如他父亲所料 史记中就记载 孔甲好方鬼神 是淫乱 意思呢就是整天想着搞占博 祭拜鬼神 而且喜怒无常 还竟喜欢干些荒唐事 传说最后一条龙 就是被孔甲稀里糊涂给吃掉的 当国君是不怎么样 当巫师绝对是个好苗子嘛 所以总之 孔甲当朝摄政期间呢 国事荒废 帝王与百姓的矛盾日益加深 所以周围的部落纷纷离弃下朝 不再听从孔甲的号令 内国已经三百余年的下朝呢 自孔甲开始由盛转衰 孔甲在位仅九年之后便去世 还给他的儿子高留下了一堆烂摊子 在内的百姓名不了身 恨不得下朝马上面亡 在外的诸侯们啊 一个个也不服 最要命的是一个叫商的部落 逐渐的发展强大了起来 高算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 他不愿意看着祖先们 继承了三百多年的基业走向崩溃 于是大胆改革 一度缓解了夏王朝 内忧外患的局面 高在位十一年之后 便带着遗恨离开了历史的舞台 他的儿子发呢 虽然能力平庸没什么作为 但是敢于启用人才 父子两人硬是给这个 已经处于崩溃边缘的夏王朝 强行续命 但是夏王朝的发去世之后 他的儿子屡鬼继位为第十七位夏王 但这个人却将夏王朝带向了毁灭的神约 自大宇开始呢 夏王朝共传十七王 延续四百七十余年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 而夏商 周 秦 汉 几乎是所有华夏儿女的共识 所以从考古证据上来说 约四千年前的中国 已经出现了国家祭祀的仪式 至少在三千七百年前 就已经建造了雄伟的城池与宫殿 墓葬的规模与精美的程度 甚至不亚于后世的 商周诸王的墓葬 而且从墓葬出土的文物来看 当时的中国已经形成了 等级制度和理制 所以在河南发现的 新寨遗址规模和布局 就达到了都城的水平 而地理位置上 都与水柱经等文献记载的 夏王朝早期的都城的地理位置 几乎一致 甚至在上世纪末 还出土了一批 刻有寿面文的陶器 寿面文被认为是 东夷族最高权利的象征 相传 文物曾广泛地出土于 山东的龙山文化遗址 而且年代追踪显示这些陶器 所属的时代 正好吻合于 太康师国到 绍康复国的这一段时期 目前被解读出的 商代甲骨文中 也没有关于 商以前王朝的记载 所以史学界对于这些文物 是否真的来自于夏朝 还无法定论 我个人是相信 夏王朝存在的 我相信随着对龙山文化 新寨遗址 以及王都王成岗遗址的 深入挖掘 终有一天 我们会还原三千多年前的那段波兰壮阔的夏朝历史 好了 故事呢 宇哥就讲完了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别忘了 宇哥与小唐的视频是每三天更新一起哦 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唐的频道哦 拜拜 拜拜